Harmony OS NAS 我在6月第一次上手的时候 就留下了超级深刻的印象 到了7月终于体验到Beta版 现在10月了 我也用上了新的公测版本 感觉比现在用关的这些系统 多了很多很有意思的地方 那期视频的评论区呢 也有很多小伙伴在讨论 这个新系统的完成度啦 未来会加些什么功能啦 但是就算把视频都盘包加了 也很难把每个人想要上手试的部分给试完 好消息是 Harmony OS NAS 10月8号开始全面公测了 如果你是这三款机型中的其中一种 现在就点开升级常鲜 看完视频应该就差不多可以下载好了 作为一个全新的系统 Harmony OS NAS不是从4.2升级到4.3 换一个装修风格那么简单 它是从砌砖砌墙重新开始的 而且现在大家都驻惯精装的系统 如果华为端上一个纯毛皮上来 那可就太迂类了 所以华为的这个新系统能不能追平 甚至是超过现在的系统呢 先来看一下这个入户大门 Harmony OS NAS把锁屏塞的满满当当 时钟日期小卡片 这些都是基本操作啦 它们甚至在左下角塞进去了一个工具箱 按住拖到图标再松手 直接出发 刚刚提到这些元素也只是占了锁屏4成的面积 剩下这么大的一块空气肯定也不能浪费 老华为用户都很熟悉啦 实框窗可以看看倒计时 但这个导航空间长按的话 短了一下它就变大了 再锁屏就能看到完整的路线 其他原先的实框窗也不耽误 在下面待着随时可以查看 华为这真的太离谱了 玩了5分钟手机还在锁屏 而且整个界面都能在吸屏完整显示 既然是新家 安排个管家很合理吧 明明驻手发展这么久了 最近大家都开始往手机里面塞AI了 小易在升级之后给我的感觉 就是他更想一个助手了 很多时候呢他甚至会主动介入 就比如说你的朋友给你发了一个快递号 我这样子点了复制之后 他就会弹出这个窗口 我点进去就可以在这里查到快递 又或者是发了个航班号给你 你也可以一样复制 他也可以跳转过来 就真的很方便 假如现在这里有一个护照 然后咱们可以要小易 拍一下 发给他 然后让他记住 然后刚刚我们的证件呢 他已经记在这里面了 要用的时候这样点一下 窃里的护照号 点入当前表单 明天有个日程 但是你不想自己去记 你就可以把它直接拖进去 然后让他帮你提取一下日程 那他现在就直接帮你添加到这个日历里面了 我没有说要去哪里 但是他会根据这个屏幕上面的内容 猜测你到底要干什么 到这里的话要多长时间 然后他就会直接帮我查 我到这个地方有多长时间 再往里面走哈 看看新房的家具 应用生态 应用市场跟之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只是细看榜单 还是这老几位 要不说互联网打厂够卷呢 听歌 看剧 这些都第一时间适配上线了 甚至点外卖是可以用券的 打车是可以拼车的 买东西是可以选二手的 喜欢上班的呢 还能下个钉钉 最令我意外的是各种 正企和银行都上线了 而且也还有好玩的 逛应用市场的时候 我发现一些小公司 甚至是个人开发的APP 比如说这个 功能很简单 设定好睡觉的时间 喝咖啡的时候记一下 就能看咖啡因代谢 是不是能再喝一杯 不影响睡眠了 而且这是基于NAS系统 原生开发的新APP 夸张点说就是全平台独占 诶 注意到的小伙伴可能注意到了 这个 原服务 其实就是系统级的小程序 随开随用 原本软件主要的功能还能做到 也没APP那么占空间 虽然之前的鸿蒙上面也有 但现在华为把它放在了 应用市场一进来的正中间 这就有点意思了 难道这是在暗示什么 我发现鸿蒙现在的动画 绝对是第一梯队的 你看我像现在 这样子直接连续开好几个应用 你有没有发现 它这个动画真的很自然 我这样一直开它都没有卡 它有些APP其实没有真正的打开 它可能还在后台加载 但是华为把这个流畅的优先级提高 就有一种很寻学 然后很舒适的那种流畅感 不夸张的说 HarmoniOS NAS给我一种 华为放开手脚做系统的感觉 对整个操作系统的掌控程度高了 其实华为从推出HarmoniOS开始 就在不断地整合华为账号的功能 而且一键登录在多设备的情况下 连短期验证麻都不用 更夸张的是 就算这一台手机没有插卡哈 只要你登上华为账号 一样可以一键登录 情绪价值拉满 万事俱备 只见东风 华为已经把股价都已经搭建好了 就等着往里面慢慢的丰富了 像平时我们用来传东西的华为分享 现在它会把自己的设备给置顶 就没有那么容易点错了 还把分享连接过的用户都记住了 下次分享给同样的人 再也不用开十分钟所有人再去翻了 这些很细的功能点 虽然说不上迭代和创新 但是让我能明显的感觉到鸿蒙背后的团队 已经在思考怎么去改进大家用起来的实际体验了 一个系统的工作量巨大 每个用户想要实现的功能也很不一样 这也是公测版的意义 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如果想要尝试新系统的小伙伴也很方便 在我的华为APP里面 点升级尝鲜就可以升级了 不过在你们升级之前 还是要再次确认一下手机 已经做好了数据备份了 而且华为也给了回退的办法 在设置里面找到开发者选项 就能一键回退到4.2系统了 诶不对 应该叫Harmony OS Before 因为我是从早期的版本一路用过来的嘛 这次的公测版依然让我很惊喜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新增功能 完善细节是真的很不容易 是的 华为在一个新的系统还没有正式启用 就开始琢磨细节了 这是多么恐怖的堆料啊 不敢想象工程师们的发量 不过也正是这些细节让我久违地感受到 不是他们做什么用户就得用什么的高姿态 而是他们自己也是用户 自己在用的过程中发现痛点 而去解决痛点 在一个全新构建的系统里面 有超级霸道的权限 把系统 应用 还有生态全部打通 我很期待Harmony OS Nets能成为第三大操作系统 以后大家选手机不再只纠结镜头和堆料 也把系统加进来一起纠结 OK 那么以上就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 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记得给我点赞 订阅 关注哦 这对我爱说非常重要 那我是切莉 咱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